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阿達最近介紹過 像Lexstar 360 跟TRAZE TNT GO 這一類給手機或筆電接線上去 除了能夠顯示螢幕外 還能直接利用上面的鍵盤滑鼠來進行控制 對我來說 他們是相當實用的一個周邊 但實用歸實用 有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就是他們沒辦法同時多裝置連線 假設我有不同的裝置要同時進行工作 要切換不同的設備來觀看螢幕 那我必須把線拔來拔去 這樣子才能進行裝置的切換 如果你有多裝置又要接大螢幕需求的話 一般來講你可能是一個裝置 配一個螢幕這樣來使用 這樣你就會需要使用到多螢幕 而好一點的螢幕就有多孔插座 可以直接透過螢幕去切換不同的裝置 但是這樣的接法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就是 你的鍵盤滑鼠是沒辦法共用的 你必須把這些器材 再重新接到你要使用的設備上 相當的麻煩 如果要解決以上這些痛點 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 就是使用KVN這種多電腦切換器 剛好今天阿達就要為大家測試這台 由台灣幼稚品牌A10 所推出來 US331 USB-C KVN雙平台切換器 一起來看看 這台是否能為我解決多裝置切換的困擾 開始啦 來看一下裡面有哪些東西 電源線 這個就是它的切換按鍵 這個就是它的切換按鍵 Type-C的連接線 A10 USB-331本體 本體 哦好 剩下的都是線材 還有一個使用說明書 然後變壓器 所有東西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手上這台就是A10 最新推出的 US331 USB-C KVN雙平台切換器 那這也是一台 專門for Type-C裝置所做的切換設備 也就是說它僅可以給筆電 手機 iPad 這類具有Type-C影像輸出的裝置來使用 再來機身連接部分 背後這裡 分別有 DC插孔 Type-C PD供電輸入 Type-C裝置輸入 其中一個支援PD充電 DP輸出 還有一個切換按鍵的接孔 由於它必須使用DC電源才能使用 所以如果要把它帶出門的話 你就必須把這顆變壓器 一起帶出門才有作用 那在正面的這四組Type-A連接埠 都是目前最快的USB 3.2的規格 譬如說像隨身碟、耐存資料 或接有線或無線的鍵盤滑鼠 還有耳機來使用 而這四個Type-A連接埠 對我們所外接的這兩個設備來講 它是共用的 當你從裝置1切換到裝置2的時候 這四個Type-A連接埠 會全部轉移使用權給裝置2使用 如此一來 你就不需要將鍵盤滑鼠這些設備 切來換去 這一點就相當方便了 那像US331這種KVM多電腦切換器 簡單來說就透過單一的鍵盤滑鼠跟螢幕 來進行控制 切換不同的裝置設備 A10就是專門在做這類設備的大公司 所以不管你要找個人用的設備 還是公司的伺服器在使用的 它的產品線應有盡有 可以解決各種多工應用上的需求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台雙平台切換器 則是目前業界第一款大可跟DP快速切換的產品 最高支援4K 60幀的DP輸出 獨家螢幕動態顯示技術 切換不同系統時都能維持正確的解析度 與視窗備制 至於怎麼用好不好用 接下來我們直接實測看看 好傳統來說像我這邊有兩台電腦 如果我現在正在接的是我的筆電的話 那我鍵盤滑鼠跟螢幕是不是都接在筆電上 如果說我現在用桌機 那我是不是要全部拔起來 然後再抄筆電上 那是不是相當不方便 所以才會有這種KVN的切換裝置 你只要把鍵盤滑鼠螢幕都接在KVN上 那就看說你要接幾個設備 像這種是1對2 那如果你有更多需求 你可以買1對3、1對4 好現在我們直接進入實測階段 現在設備又接上去了 那不曉得是不是因為不知道使用者 會選擇哪種設備輸出的關係 US331它沒有附贈任何螢幕線材 這部分就另外自己購買 如果不清楚你買的線材 是不是合格的線材的話 A10這邊也提供了不少 專業的影音規格標準線材 那像是有DP轉接HDMI USB-C轉HDMI的線這邊都有 如果是筆電連接付不夠的話 連這種Type器的擴充盒都可以擴充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測試說 一台螢幕一個鍵盤跟一組滑鼠 如何使用US331來方便的做一個 螢幕鍵盤滑鼠的切換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目前的畫面 就是接在我的微星的電競筆電上 可以在這邊直接去做操控 使用很輕鬆的進行操控 但是如果我想要連接到 我們最近剛開箱的阿拉尼爾這台掌機 因為這台它本身一個完整的電腦 如果說你平時你想要拿它玩個電動 或者說想要用它來進行一些文書作業的話 以前阿你就可能要拔來拔去要接個Hop 現在只要按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去選擇我們要的遊戲 也可以直接在這裡 進行譬如說像桌面模式來做一些動作 你也可以切到Windows那邊去使用 相當的方便 除了像接這種小掌器以外 如果你有這種三星 然後有桌面模式的這種手鍵 你也可以直接先拔掉 直接我們來接 接到我們QRM上然後切過去 這樣子就直接進入DEX模式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裡 一樣是來進行說上網 文書作業等等的工作 那除了這種掌機 還有三星手機這種機器以外呢 還有什麼設備也可以這樣投影 iPad 比較新款的iPad Air都可以 這邊這個就是我們iPad的介面 一樣是可以開啟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iPad Air它接上鍵黃黃鼠之後 它的介面就跟iPad平常時畫面是不一樣的 它就變成了有點像Mac的一個介面 然後在使用部分呢 就也差不多 使用的視窗功能都在旁邊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這邊 去進行一個多工 甚至你就可以把iPad交在旁邊 然後一起來使用 這一點我是覺得也是蠻方便的 像我們有這台A10的US331 我現在已經接好之後 你看現在我這個介面呢 就是在我的Windows介面底下 我可以正常的使用我的電腦 然後去打字上網工作之類的 那如果說我要使用Mac的時候 我要把線寄上去 按一下 它就立刻就讓它到Mac 那Mac這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Mac在這裡 就看你怎麼設定 也可以單純的 譬如說直接把這裡 視窗拖過來 這樣只來做工作 是不是非常方便 另外呢我要切入Windows的時候 我就按一下 我就回到Windows了 像我們剛剛提到 很多設備啊 像Mac上面根本沒有一個Type-A連接附 你要切一些外色啊 是不是很麻煩 或者說你有的時候 一支隨身點裡面有一個資料 是要共通使用的 那以前你可能要在Windows裡面 call完之後還要特地轉來那邊插拔 那非常麻煩之類 你有KBN之後呢 進完這個隨身點 我們資料就可以直接插到 我們前面的任何一個 因為我們切的是Windows介面 所以在Windows這邊 我們就可以立刻讀到 它裡面的檔案 甚至你要播放影片啊 那些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你如果要切到Mac 那也很簡單 我們就要這樣子 按一下 這樣子呢 我們來Finder這邊 就可以找到我們這支 我們的隨身點 以上就是這台A10 US331 USB KVM 雙平台切換器的一個簡單測試啊 US331對我來說啊 它可以解決啊 手上啊不同TypeC裝置 連接大螢幕的一個問題 我不需要為了接大螢幕回去 另外多買幾個大螢幕 老實講真的還蠻傷本的 更別說你要去多買鍵盤滑鼠 線拔來拔去 這麻煩 那現在呢 只要利用US331 就能很輕鬆的來切換 不同裝置的畫面 不管是你要拿來看股票啊 工作啊 都相當好用 而且只要有一組螢幕 就可以搞定兩個設備之間的切換 同時還能共享 鍵盤滑鼠 USB隨身碟 或者是一些USB設備等等 是一台相當實用的 TypeC KVM多電腦切換器 不過現階段來說啊 它的前端只有TypeA連接附 我覺得就有點可惜 如果說你在前面 多加一個TypeC連接附的話 我就覺得使用上就方便更多了 畢竟現在很多SSD或外接合 都是用TypeC介面 少了TypeC連接附 對你在接一些外設的時候 它可能就沒有那麼方便 那以上啊就是A10 這台US331的簡單開箱分享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記得幫 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會不會再放置 再看一遍 的話 好 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